自今年以来 加拿大农产品爆出质量问题后 加拿大的水果近日也再度传来坏消息 据悉 由于更新进口检测要求 欧盟将在9月1号起停止进口加拿大樱桃和其他新鲜水果 去年 加拿大向欧盟出口了价值1651万元人民币的樱桃 如今看来 这比1651万元的樱桃生意算是泡汤了 但就在欧盟停止进口不久前 那么881箱加拿大樱桃却敲销流行了中国市场 基于中国市场的潜力 加拿大在今年6月颁布了一项850万加元的资助计划 据悉 这笔资金是为了支持加拿大木材在海外市场的展示 当前 欧盟已经暂时取消进口加拿大新鲜水果 加拿大将把出口的希望放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 但是 加拿大水果质量的优劣程度至今还无法得到保障 再加上 此前 该国还曾有过高价销售樱桃的劣迹 加拿大恐怕很难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环球热点 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